處理月份最重要就是不外乎就是外面再包一個for回圈 裡面再包一個if的邏輯判斷 然後一個end,一個end if 其實這樣的寫法我想在入門幫裡面其實寫了N個類似的東西 很多節奏你會發現我蠻喜歡用這樣的架構在處理程式的 因為很簡單,寫來寫去大概就是這樣子 用一個for回圈幫我去處理 中邊如果有需要做判斷就加一個邏輯 邏輯大概有好幾種,有一重邏輯,兩重多重 反正你就是看要怎麼變化 變來變去,不外乎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模式去套用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你要參考的話可以拿來參考 第一個,但是剛剛做完這個東西之後的話 馬上就有同學說,老師你這個有問題 為什麼?因為日期如果你把這個東西放過來,它是一個文字 文字的話如果將來要做計算的話,那會出問題 對,沒錯 這個問題非常好,所以後面的話我們就來改 所以你會發現程式永遠改不完 你剛開始解決了一個問題 下面user馬上變得一個問題 對,然後你永遠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樣?你要到什麼時候 你會了然於心 就是這樣一直不斷在練,一直不斷在練 練到某個階段的時候,你會發現你已經可以達到一個 如火存心的地步了 就是人家怎麼問你馬上可以解決的話 那你寫程式是一種很愉快的事 但如果相反的,那你就會很痛苦 所以這東西就是要不斷練功 那當然寫程式,你要說馬上有速成的方式 我倒很難耶,我覺得這東西其實主要還是要累積你的經驗值 然後呢,我早期是會累積很多人的範本 就是參考別人的範本 反正有人寫過,當然參考最快 慢慢慢慢,因為看久了自己也會一樣畫葫蘆 所以剛開始我會提供範本給你們 但是未來也許你們自己要去想一些其他的方式 也就是程式的撰寫,但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只有參考答案 像這樣的寫法,有沒有其他的寫法?有 你要怎麼寫?其實至少每一個工程師 或者每一個人寫出來的結果都不太一樣 不一定長這樣,我只是給各位一個參考答案 那再來的話,如果我希望變化成什麼樣子呢? 底下這邊有一個,就是標準的 那標準的寫法也許像這樣 我們如果希望讓它長成像前面入門班,有沒有 我們有做過民國年,加那個 如果是個位數字的月份補齡,個位數字日補齡 後面加一個週級 OK,這應該有印...這個前面... 那可是問題你要先做這個之前 你要先處理什麼?把它變這樣子,才能變這樣 因為這個是標準的,再把它變這樣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樣?把它變成標準的年 跟月跟日,其實這個也很簡單 其實哪個地方不一樣 原來的東西一定會再更正一下 原來的東西應該會放哪裡? 放這裡 前面東西是多的 所以你怎麼樣?類似嘛 所以你可以把剛剛的程式拿來修改 前面串一個2016 那這個1怎麼...這個月份怎麼來的? 這個月感覺好像跟什麼地方很像 A1有沒有? A1裡面的詞不就是剛好1、2、3嗎? 那後面這個數字的話呢,那就原來的數字 那不就可以串出來了嗎? 所以你可以怎麼改呢? 所以我剛剛工作表合併 我是建議你先把它複製貼上再來改 像我剛剛是直接改,好像不OK 我建議是複製貼下來改 不然的話你變成以後都工作表合併 我是要你一段一段一段,區隔一下 不然的話你將來改完之後 原來長什麼樣子,你也不知道了 就沒有版本的控制了 舊的都不知道了 所以很多人一直改,改到最後 改錯了 發現前面的東西你也沒有留下來 沒有留下來你也回不去了 舊的都沒有了就回不去了 所以盡量如果你要做版本控制 我建議你要修改的話 把上面那一段複製貼下來改 那這個是增加月份 增加月份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個東西一樣保留好了 然後把它下面貼上 也就是我拿上面這個地方的程式 拿來改,改成什麼標準的 那我習慣什麼 程式加註解 這是預言來的 我要改的在下面 上面是註解起來 就剛剛寫的 下面是改,改哪裡 其實這邊都一樣 只有改什麼 這個地方 這個本來是1月 那我應該改什麼 我們2016好了 然後斜線 斜線呢 再來後面什麼 AND什麼呢 AND應該是I 然後AND什麼呢 AND就是後面的這個 又不要日 不用日 日把它刪掉 可是問題 這個跟這個中間好像少一個什麼 少一個斜線 所以你可以什麼 再AND 這邊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斜線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1月 1日 串完之後 丟回去前面 應該可以理解 OK 好 試一下 因為我 有些人 他會是 不直接丟 有的時候 像有些書 習慣是怎樣 先丟個一個變數 比如說這邊 你可以另外一種寫法 你可以這樣怎麼寫 你可以先把 這可以分兩行 另外一種寫法是 可以先丟給一個X 然後再把這個X 再丟給這個 就是串完之後有沒有 丟給這個X 然後這個X呢 再丟給這個儲存格 好 這樣也可以啦 不過我的習慣 我講過啦 如果程式可以寫一行 我就不要寫兩行 這個 這個有點像暫存區 X有點像暫存 先放在這裡 然後再把這個 還丟到裡面去 不過我覺得這樣 好像也沒有比較簡單 我不知道啦 因為很多書裡面 習慣上 都會 產生一個變數 但 你說哪一種 我自己習慣啦 所以慢慢你要養成一種 我的習慣是 如果可以寫一行 我不要寫兩行 所以 我就乾脆不要再X了 直接怎麼樣呢 就把它串一起就好了 你幹嘛丟到X 然後再丟 你就乾脆直接丟過去就好 直接給它丟過去就OK了 但是有一些地方 不能直接丟啦 後面好像會遇到 一定要先丟到一個地方 才能再丟回去 OK 那當然就是比較特例了 這個如果有這種例子的話 那我會跟各位講 那個地方不能直接丟 OK 好 因為我習慣這樣 程式越短越好 你寫一堆有沒有 像有些書裡面 真的是 它如果可以寫 一行 它 它如果可以寫 它寧可就越多越好 好 為什麼 它可能要賺稿費 還是怎麼樣 不然的話感覺好像 一本書 程式沒幾行 寫太少了 所以這種斷寫風格 你慢慢也要就是慢慢習慣 所以可能程式的東西之所以難學 就是說 同樣一個東西 你看不同的書 每一本書寫的都完全不一樣 這才厲害 雖然它講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可是寫出來是截然不同的表現方法 這個才是最厲害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買一本書看不懂 再買一本 再買一本 買一百本還是一樣 因為還是看不懂 因為每個作者 都會有自己的獨特性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有時候我常推薦同學說 你就找一本 你自己覺得看得喜歡就好了 你喜歡這個作者的寫作風格 那你就以那一本為主 其他的話為輔 那慢慢的話你要學你就學一個為主的 那個是比較跟你契合的寫法 這樣慢慢的話也比較可以 也比較能夠再精進 那你不要說像有些人一直一直在 盲目的一直在買書 一直盲目在學習 那你會發現一直學一直學 好像感覺永遠學不完 其實城市是真的蠻困難的 但是不需要像無頭蒼蠅一樣 一直在那邊 一直不斷的再找一個好像最好的 而且我們比較受到以前的 就是教育的方式填壓式 好像一定會有標準答案 如果你用那種心態來學習城市 你永遠學不好 因為在城市的世界裡面 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OK 所以如果你要 而且沒有一個所謂的最後的答案 因為你可能寫完之後 U10還會跟你argue說 這地方呢 可不可以再改一個地方 而且有時候我發現 你自己看一個問題的面向 跟別人看一個問題的面向 又不一樣 你以為這個是最好的方案了 但是你後來才發現原來不是 所以有的時候你還要慢慢要放空 不要一直陷在自己以為的 那種協作的方式 不然的話你會很痛苦 真的 所以慢慢的我覺得 因為已經歷過很多的階段 所以慢慢慢慢的 把自己稍微學很多 但是不拘腻 慢慢慢慢 你就會越寫越愉快 然後有些東西呢 盡量不要用 就是記在腦袋裡面 盡量還是要放一個地方 像我的習慣就是在雲端上 我可以找得到的地方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把它run完之後 接下來最後跑一下看看 理論上我只有改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哪一年 哪一月哪一日 然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就改一個增壓月份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2016的1月1號 20到201月的1月30 後面還沒 後面2月 等一下把它清除一下看看 清除 然後再跑一下 基本上貼上之後再來改 如果你要除錯的話 最好是按個中段點 讓它跑一下 貼上對不對 然後讓它改 2月1月 然後一樣 如果它的字串長度 超過三個就不要理它 一個兩個就再去改 那所以這邊1月份改完了 再來就改2月份 改3月份 好我們來看一下 1 2 3 OK 改完了 全部OK了 那當然呢 第一階段完成之後 你才有辦法把它改成民國年 因為民國年要怎麼改呢 基本上那個民國年 我們基本上就是 就是 Ctrl Cove 向右 向右 然後把它 就是 儲存個內容有沒有 所以內容裡面的話 就是 先改成 日期裡面的 中華民國歷 然後用那個民國 比較接近這個 去做制定一下 制定的話呢 大概有幾個地方 比較重要 這個改成MM 這個改成DD 然後呢 年的部分的話 改成點 就是 105點 月的話改點 日的話呢 把它刪掉 因為不需要點 那後面再加上 小瓜糊 週期嘛 週期的話呢 在那個 前面講過啦 就是AAA 就是週期 可以參考那個 日期裡面的格式 那你就把這個怎麼樣 複製一下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 輸出好之後 修改成這個格式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我發現前面我們好像有講過 如果說你要修改的話 你可以 打一個Sales 去修改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那個 格式的話 其實就是點 叫做 Lumber Format Local 那請你打個N 裡面的這個 Number Format Local 這個 特別注意喔 我現在點下去有提示 可是如果你先打瓜糊 它提示不會出現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的習慣是 先把這個屬性先叫出來 瓜糊記得最後再加 等於什麼呢 就把你剛剛做的那個 製定的那個字串 貼到這裡就好了 這個意思就是等同什麼 按右鍵儲存的格式 製定 OK 然後呢 後面記得什麼 把小瓜糊再加上去 然後還有記得說 如果這個字串裡面呢 有雙引號的話 請你改成兩個 因為如果你沒有改兩個 它不知道是裡面的 還是外面的 OK 所以這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有嗎 所以這邊的話很簡單 就是把這邊呢 再補一個 反正看到雙引號呢 你就補一個啦 如果不多的話 你就自己補 如果很多 我是建議用記事本取代一下 OK 好 做完了喔 然後再把它輸出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105年的1月1號 照我們剛剛的格式做出來了 OK 然後呢 底下都OK了 不過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問題 你再把它再清楚 再執行 因為好像舊的資料 沒辦法把它清掉 好 那不過你會發現 1月OK 2月的話呢 也好像OK 但是喔 會有一個錯誤出現 為什麼 因為2月也給人家30 但是2月呢 它沒有30 所以喔 底下的話 可能你要 再做一個動作 就是判斷儲存歌裡面 是否唯一一個日期 如果不是 請你把這一列刪掉 OK 假設老人的需求 怎麼做 也許你們先試做到這裡好了 因為已經做蠻多的 請各位呢 試一下 第一個先把這個先做出來 再轉成這樣子 關鍵在這個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也是拿那個剛剛的1月1日 那個來修改 其實只是把裡面的那個相關的變數 稍微改一下而已 包含就是2016斜線1 那個就是I 把它改成I I列的幾日 那後面的話 再是Lumber format local 這個蠻重要 Lumber format local 基本上就等同就是你按滑鼠右鍵 裡面的那個 這個這個儲存格的格式